二楼啊有油门 在呢已经是晚上的凌晨四点 没错我才刚结束我的工作 准备一会儿先去卸个妆 在这之前呢我先跟你们唠唠嗑 给你们看一张我念大学时候的照片 再给你们看一张我前两天熬夜剪视频的照片 你们发现没有 红阳化这妆明明五官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不知道哪里就变丑了 最后我算是发现了 人真的是会累丑的 就是那种熬夜带来的皮态会越来越明显 长期让下去脸就直接垮了 不光是我这样的打工人特明明显 还有一些学生打课业压力大 熬夜改作业加上考试压力 虽然年纪小但是还是很容易会泪丑的 泪丑的主要原因就是暗沉啊黑眼圈啊 还有皮肤的干燥粗糙 加上长一些皱纹等等 但是有的业你又不得不熬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视频就一定要接着看下去了 我先去卸个妆和我再给你们继续说 好了我已经卸完妆回来了 当然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从护肤先开始了 先涂化妆水 我觉得杭州换季好像是没有秋天了 直接就入冬了 最近涂了一层水之后还是特别的干 我跟你们说我又挖到了一个新宝藏 很多简面是看了我上次推荐的 异透系列去入的 都跟我反馈很好用 问我还有没有更加保湿河水的精华 这个不就来了吗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还是他们家独家的异透花 是纯植物体取能增强我们的一个皮肤屏障的 维持我们健康的肌肤状态 物状的非常的好推开 而且一点也不黏腻 是很清爽的感觉 又带点充满自然的气息 富有自然透明感的香味 我这一段时间都在用 如果前一天熬夜了 第二天起来的脸还是非常的滋润 皮肤也不会暗沉 一直都是这种喝饱水的状态 特别的有光泽 而且同事都说我看过去有精气神了 皮肤也变得很细腻了 你们不论是算初老还是想紧致的话 就选这一瓶黑药 这是一款不论年龄和肤质都可以用的一款精华 偷偷再跟你们说一句 趁现在双十一必须要去冲这个 说完外调 其实内调也非常的重要 比如饮食方面 我们很容易在熬夜的时候就会去吃宵夜 但是宵夜一般都是比较重口的 所以在晚上咱们就不吃了好吗 在平时的饮食方面也要注意稍微清淡一点 然后多吃维C含量高一点的食物 多吃水果是真的没有错的 比如说像橙子啊 橙子啊 橙子啊都是可以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配合一些运动一起来进行 散散步啊 慢跑都可以 提高我们的一个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 皮肤看过去也会好很多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能不熬夜就不熬夜 如果一定要熬的话也要记住 一定要好好保养 所以说不管是内调还是外调都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拒绝泪愁 我真的要去睡觉了不熬了 拜拜下次见